有初步的好感之後 你再去做一些淺溝通上 讓他覺得你在跟他說 其實我並沒有這麼好的話 像我剛才講的那些話述之後 我就會再接一個 欸 其實我脾氣有點差 然後這時候女生他前面已經對我有好感 他就會說 欸 沒關係 我前男友脾氣也很差 他已經在開始去耳底化我的缺點 就表示他已經開始在在意我了 對 那時候他如果講這種話 我就知道會有一個魚上鉤的這樣子 你垃圾 你這個小垃圾 我已經做了初步的 栽選判斷那個魚鉤了 我再丟一個幹給他 怎麼樣 我是威 我是威 哈囉大家好 我是威又是威 他是屁犬 紅心 紅心到大家看一下紅心 剛剪完毛很可愛的這個小蛋蛋 胡年新大玉 好 那今天我跟紅心要來錄的是 渣渣來剪的啊 好久不見了 渣渣來啦 讓大家探究一下渣男的底 下一個小鈴鐺打開他 嗨 請問是網友報名的 渣男騙砲男子 Chris嗎 對啦 沒錯 就是我 好 先來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請問年紀新座 我現在有二分 然後處女 你長相一到十分 自己給喔 這個自信 來 請問 十分是彭云彥 你有幾分 大概六七分而已 你身高多少 177 喔 不敢發表任何意見 哈蘇德在只有170人 好恐怖喔 因為我偏高 所以你應該交的男朋友 都是180以上 沒有 沒有 有 有交過矮一點的 有 但是我覺得高的 確實有一種高的魅力 但是我覺得矮的男生 也不代表不好 只是他們就是 缺少了這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在嗎 跳過這個 不要再講這個 我都要多問這一題 請問渣男開什麼車 你幫大家調查一下 就開國產車 Toyota的大體 你是不是有改車 裝個氣氛燈的 你改氣氛燈是自己去淘寶買那種燈嗎 哈哈 幹嘛壞 因為我自己有投資開汽車改裝店 所以我裝比較便宜 我就出掉錢 請我們師傅幫我裝就可以了 66666 才22歲就已經有投資公司了 也不用有錢 我覺得要有上進行 就是努力的把自己經營的好一點 覺得這樣比較會喜歡 我覺得就算是女生的話也是 就不是也都會買一些保養品 把自己打扮得體面一點 對吧 對 沒錯 我的狗一直哭 你哭什麼屁啊 你下去又不要 你上來也不要 你到底要幹嘛啊 你先下去吧 我跟你講我先下去 他等一下又要上來 發生死了 我不要理他 你跟他相處的感覺蠻可愛的 我跟他相處喔 對啊 我是很愛他 但是他有時候折磨我 好啦 大家是要聽渣男啦 你是家境天生就很好嗎 也沒有 一開始就是 對啊 就是 做過很多有人沒的工作 回來 你先做什麼 一開始有做一些業務類型 嗯 啊你有賺到 一開始 一定有 一開始也都是 渣男當業務就是你們的職業啊 這就是為你們量身訂做職業啊 靠嘴巴吃飯 對啊 就都靠用講的嘛 對啊 話說了一下 這不是你渣男天生賺錢好是嗎 怎麼樣 有點大 你做什麼業務 一開始去一些公司行號 做那種LED燈的那種業務 啊你業績好 一開始也是很爛啊 我就是看公司 有那幾個業績是比較好的 他講什麼話我就全部記起來 哦 然後就複製跟他一樣 你要怎麼套關係 我就跟他說我第一個月 賺到的錢可能 一般就直接給他 我覺得當學費沒有差 啊後面賺到就是我自己的這樣 靠嘴吃飯做業務 於是賺到一筆錢之後 開始投資成就被動收入 那你有花錢在女生身上嗎 還是你是騙錢那種 我不會花錢在女生身上 你是怎麼樣不花錢在女生身上 為什麼不花 你的邏輯是什麼 你連請吃飯都不吃嗎 因為大部分的女生就 第一次就會打XX 也不會去哪裡吃飯 所以就都直接約我家或約旅館 所以也沒有什麼 太多機會會花錢在身上 他如果開旅館的話 我就是不會跟他要錢 哦 至少房間錢會擠 最基本做男人的底線你有做到 給你拍拍手 有些女生你就是只是想跟他睡 那有些女生好好培養感情 怎麼分辨這兩種女生 我一開始已經都是先打XXX 打完XXX之後 我都會再花一些時間跟這些女生相處 然後真的相處很開心 我覺得這個女生跟其他女生不一樣 我才會考慮跟他在一起這樣子 哦 因為有些男生是他愛玩 可是他想要交一個乖乖的女生 就是不會亂約的 那你會覺得亂約也沒差 如果合得來我也是可以跟你交往 我覺得沒有差 那他跟你交往說你會亂來嗎 看當初是怎麼談 如果是談好說各自玩各自的 那我就會再去找其他女生 啊如果是在一起 然後他就不去找其他男生 那我就不會去找其他女生這樣子 但是這種的 女生要非常非常非常吸引我 因為我很誇心 你怎樣誇心 就是要我為了一個女生定下來 我要真的很愛他 很愛他我才有辦法做得到 你有遇過真的很愛人 有 但是可能都撐到第二年第三年 我就受不了了就分手了 來 請說一遍 我就是個定不下來的垃圾 來 我就是個定不下來的垃圾 哈哈哈哈 看完 所以他們想要跟你穩定走的時候 你最多只能堅持一下下 幾年就沒辦法 嗯 我覺得兩年前 可能現在的話就還更短這樣 啊 來看一下我這舊影片之前 心理學的什麼什麼什麼 有講過兩年 真的是有研究的 還有其他心理學 大家就看下來如何如何男生 來看這邊 這邊兩年 對啊 差不多 我跟你講啊 我聽過超多渣男都說 一個女生真的差不多兩年 就是你可以無論怎麼鬧 或是耍公主脾氣 這個男生還是會無條件付出愛因 過了兩年你在鬧公主脾氣 真的是 就會爆了 對 那我們講一下你網路上怎麼約好 我會有一個固定的SOP 就每個女生就是訊息都是一樣 複製貼上 對對 複製貼上 然後每一串話都是有限設計 第一句話嗎 開頭敲來的 對對 來分享 一定不能是那種什麼 嗨 你還要在幹嘛 因為 女生在家軟體上面 你真的會收到非常多訊息 就是全部都會嗨 嗨 你還要在幹嘛 那你如果跟那些男生一樣的話 那些訊息人家一定不會看 就會被洗下去 所以你一開始要丟的訊息 也會是那種比較奇怪 可以去 吸引他注意 你都丟什麼 可是我這樣直接講出來的話 大家就會跟我一樣 我就全部要衝想 不行 你要衝想 你給我你那一個 你在衝想新的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話你嗎 為什麼 然後我就會說 因為你長得很像我 國小的同學 他很漂亮 但是他都欺負人 這我會想問下去耶 他是怎麼樣的人 哪裡像 哪個部分 他漂亮嗎 然後我怕不管我什麼屁話 我都不會再恢復他 我就會再丟一個 欸我問你喔 然後他就會說 欸你要問什麼 我就會問他說 你比較喜歡什麼類型的男生 如果他是說我看感覺的 我就會說 啊不然你隨便說個特質試試 百分之八九十就會說 啊不管他講什麼 我就都會說 欸那你的喜好 跟其他女生都蠻像 你如果乖一點的話 我會挺喜歡你的 然後這邊就會給女生一個感覺是 我好像認識過很多女生 好像我不缺女生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就對我 更有興趣 那如果這個女生 他比較熱情 比較主動的話 他就會直接跟我說 欸我喜歡你這種的 你這時候也不要太開心 因為他可能對很多男生 都講這種話 你要讓他覺得說 跟其他女生不太一樣 那如果說就是他喜歡你這種類型的話 就會說 欸那你喜好很特別 我欣賞你 讓他覺得說 我不會因為他這樣子講 然後我就 就是上頭的感覺 就覺得很欣賞 正常 哦 哦 因為會玩焦軟體的女生 他們也是真的想認識男生 所以他們本來就是一個開放的心態 所以你講一些比較惡惡的話 他們是ok的 我選到你哦 你知道為什麼選到你嗎 你長得像我關掉同學 因為女生都會牧牆 他們都會去找一些 某方面 或是某個特質特別強的男生 這樣子 那你就是 要給他這種感覺 這是生理上 像說物盡天責 動物都想跟健壯的交配 然後就會一直延續出更健康的動物 所以男生也要讓他覺得 哦 你很厲害哦 我想跟你交配 差不多是您講的 女生就會對你有初步的好感 有初步的好感之後 你再去做一些淺溝通上 讓他覺得 你在跟他說 其實我並沒有這麼好的話 像我剛剛講的那些話述之後 我就會再接一個 欸 其實我脾氣有點差 然後這時候女生 他前面已經對我有好感 他就會說 欸 沒關係 我前男友脾氣也很差 他已經在開始去合理化我的確定 就表示他已經開始在在意我了 對 然後這時候他如果講這種話 我就知道我有一個魚上鉤了這樣子 你垃圾 你這個小垃圾 我已經做了初步的 宰選判斷 哪個魚鉤了 我會再丟一個更白 怎麼樣 我會開始形容我脾氣怎樣差 我會說我遇到公鼠病的症 會有點太爽 我會趁他拉死之前把衛生紙拉走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我懂 可是我會問說是誰 是你生活中的人嗎 還是這個軟體的人 我不會回答你這句話 我就會問你 那你想聽更厲害的嗎 我會叫你先回答 我就故意不會回答 你就會越來越在意我 然後我接下來就會丟那個 那你想聽更厲害的 那我問你為什麼你不回答 因為我這句話是想判斷 你是對朋友這樣 還是我會不會 被你拿走衛生紙 因為我的SOP就是那樣子啊 我不想再多花心力去 喔 太多人了 喔 所以如果一個男生你訊息他 然後他有回你 可是你的問題他都不太回你的話 你就要小心 他可能是一個漁夫 就我所知是只有我這樣 我還沒有聽過 喔 好 OK OK 好 然後我就問他 你想不想聽更厲害的吧 然後通常都會說想 也前面都有做什麼 我會直接丟我的Light 然後跟他說 幫我們架一下 我來借他丟的貼圖 可以幫我看不到 好 我夾了 漁夫先生您好 我是阿威 我會說 欸不錯喔 我喜歡有效率的 蛤 你怎麼這麼回 好好笑喔 對啊 我說沒有你快啦 反正我不會管你回什麼啦 我就會一樣丟我的SOP 我會開始裝的比較兇一點 讓你覺得好像 我沒有那麼care 你會跟你說 我講話都比較直接 不太喜歡做作 有時候講話比較直白 這樣你OK嗎 可以啊 對 通常女生都會這樣回 然後接下來我會回的 下一句又是那種 就是讓他覺得 你過了我的篩選 的那種感覺 我會回說 欸你蠻大方的 我剛剛會不會太兇 你的篩選又不是那種很兇的 是 反而是好像誇獎的方式篩選的 對啊 嗯 因為我前面先 故意把氣氛弄得很緊張嘛 然後我後面再去 嗯 我剛剛又很兇 對 你蠻大方的 這樣子 然後你的 人群就被我控制嘛 一下緊比較鬆 然後我這邊去做一個篩選之後 因為你被我稱讚你會開心 然後你就會表達一個 就是 噢 真啊不會 我不會都蠻直接 這樣子 女生會這樣回 那我就會說 欸感覺你還不錯 我幫你點電話聊問 好 或者這樣回 我是真的不錯呀 然後這樣不配 可以呀 我就算這樣子丟 有些比較保守 女生比較害羞的 他們還是不會跟我電話 然後我接下來還有一個SOP 我就會跟他們說 欸那我比較直接 你如果怕尷尬的話 你可以想像我是一顆不明 啊這時候女生就有的會笑 我就可以打給他 這樣子 哦你就直接打他一定會接 好聰明哦 我會再丟一個 我等一下打給你 然後可能過個10分鐘 10分鐘打給他 這樣子 對對就是你直接打來 不用問說可以打給你嗎 不用 對啊 哦 那也會有不接的 那少數沒有關係 這是數字遊戲 有點像業務銷售 你要有很多名單 然後你就想辦法通告你的轉化率 你名單夠多 那你有一些爆掉就沒有差 我之前有讓人家懷孕過 可是我都有帶人家去堵牌 所以那應該還行吧 是約的人懷孕嗎 對約的人懷孕 哦 你是約一次就懷孕了 對啊 我也覺得很扯 還是其實 好算沒事 花多少錢 六千 六千 六千就可以了 哦他是吃藥 他是可能一個月 錢 第一個月就發錢 三個月內都可以吃藥拿掉 哦 那你有看望他嗎 或是給他什麼基金 還是 沒有耶 我就發出那六千塊這樣子 你有跟他一起去醫院 你確定他是真的有懷孕 然後你幫他把他跟別人男生的小孩打掉 這樣嗎 所以你覺得你至少要盡到該盡的責任 是這樣嗎 女生有時候在網路上約嘛 他們就會想比較多 就會想說我真的要跟他約出來嗎 然後他們可能有時候想一想就突然要了 我這樣就覺得他們在浪費我時間啦 所以我後來就學乖 我一天都會同時約個三四個女生 然後可能這樣就有幾個放棉沒有差 一樣還是有女生可以打爆這樣 然後有一次我就約三個 然後結果三個都沒有放鳥 有一天我就是早上的時候 去載第一個女生 然後回我家睡覺 然後睡完覺之後把他載回去 又去載第二個女生把我 把他載回來 然後再睡覺 然後再把他載回去 然後在那時候已經晚上 載第三個女生回我家睡覺 然後再把他載回去 然後那天我就累到快掛這樣子 那你第三次你有就是比較久嗎 他說哦你好厲害哦 怎麼那麼久 對啊越後面會越久 哇哇 好扯哦 啊他們都沒有人發覺 可是你都會付來回接送 那你算是不錯的 因為有些好像還要女生自己負責 自己前往 對啊我就是好人啊 那不會有那種真的愛到你的 然後就是還是要跟你在一起 也有女生就是 我這樣講之後 然後他會跟我說 沒關係那你就去一樣的好 我可以接受你去外面月炮什麼的 真的假的 他這樣講 會有啊 有但是我覺得是有意思啦 如果不能接受 我後面還是會自己 摸摸鼻子離開 這樣講而已 真的哦 你就是這樣子然後他就受不了 對啊可是我覺得 從後面就真的一直覺得 哈哈他就算了 找其他男生好了這樣子 而且你又是那種 不會出錢的男生對不對 他就是 對啊 他也沒有其他理由 繼續跟著你 對啊 除了感覺 啊感覺也沒了 哦就走了 哦 好吧 你會有想定下來的一天嗎 你覺得你自己 我不確定耶 就 我想定下來的時候就會定下來啊 那你覺得你自己是很 尿摸的人嗎 因為我之前做過一個街坊 大家最不喜歡遇到的就是 處女座男生 普遍啦 如果真的有不好的點 他跟我講 我覺得他是 真心的為我去著想 我當然會去 反思啦 但是 比較多都是 哦為什麼你都不能給我安全感 為什麼你訊息兩個小時才會一次 這樣我就會覺得 他來亂的這樣 那你就不理他 你就會把他甩掉 我就會說 我覺得你現在的行為 會讓我覺得你不太舒服 呵 你都是一個直來直往的人 對啊 我現在會直接跟你講這個是因為我喜歡你 我還想跟你相處 但是你如果一直這樣子 我會很難跟你去相處下去 哇 欸你應該很難遇到公主病的女生 因為一點點 他就會忽然變很乖 他就真的很公主推手 啊如果能改變了就會變得很好 我覺得這是我跟你比較像的點 就是我都會跟別人講清楚我的立場跟地線 你說你跟我比較像 對啊 你不是說你也都會跟男生說好你的地線跟原則嗎 我不會啊 我不會講啊 我讓他踩踩看 他要地雷 壯蛋斷一隻腳 我沒有那麼嚴肅耶 我可能會先講 因為有可能人家踩到了 但我也不會爆我 我都會給人家一次機會 那就不要發生第二次第三次 哦 對啊一定會給機會 對啦 你能理解 對對對 好啦 那目前還有在約嗎 偶爾會約一下 啊剛剛那個是你女朋友嗎 不是啊 約的 對啊 你會一直喚一直喚嗎 還是會重複嗎 有一些在時比較開心的 我就會跟他活比較久 如果只是打砲啊 他已經就跟我聊天 我就覺得很無聊 我可能就約一兩次而已 啊你有那種約出來 他說你要給他錢了嗎 約完 欸兩千錢 我沒有遇過這種 如果有遇過這種 我會問他說 欸啊你是 我勸錢 那你會給吧 我不會給啊 那他跟你借錢 可不可以 不會不會錢 我會癌症你們的有病 我下次不會的概念 不要投資在沒有用的物體身上 好 謝謝Chris的分享 大家來說說 是不是很多渣男都叫Chris呢 有遇過渣男加Chris有在底下留言 我覺得Chris是一個渣男的名字 機率偏高 剛好啦剛好 對 好你有什麼問題想要問一下觀眾 大家有沒有被傷過的影片 這樣可以 哦有沒有遇過渣男 想知道有多少人遇到 像你中了 好那大家在底下留言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開小鈴 不要忘記追蹤的IG還有按讚我的FB哦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然後有相關 不管是渣男渣女神秘 直接是或是憂鬱相關 憂鬱症相關的 都歡迎到我的新鄉報名 掰掰 掰掰